港澳辦夏寶龍主任剛剛完成在香港考察調研一星期的工作 農年剛開始 夏主任就來香港考察調研 向香港社會傳遞習近平主席的關心和愛護 傳遞中央對香港的關懷 關愛 和對香港經濟發展和地區治理的恩切期待 也釋放信息顯示中央將會不斷地推出為港政策 對香港新階段 新發展起了積極提振的作用 這些充分體現了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和意志 也充分體現了中央對香港高度重視 對香港發展的全力支持 在過去一星期 夏主任廣泛地和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會面 圍繞兩個重要的主題 即是經濟發展和地區治理 在經濟發展方面 他一下機就立即考察 香港國際機場的中央控制中心 詳細去了解機場的發展情況和未來的藍圖 剛才我又陪同了夏主任考察了深圳灣口岸的運作情況 這兩項活動 體現了夏主任對於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和航空樞樓的建設 以及對促進兩地往來交流的高度重視 在調研的七日時間裏面 夏主任密集公和特區政府的管治團隊 進行了五場的座談交流 特別和財經系統各個金融監管機構進行了兩場的專題座談 他都和不同界別的代表座談 包括企業家 金融界 本地和外國商會 政府引進的三十間重點企業代表 以及香港的經濟專家等等 就經濟發展的主題 夏主任提出了三個重點 第一 是肯定特區政府的工作 第二 是強調要堅定發展信心 夏主任用事實和數據去證明香港強勁的核心競爭力 以及走向更好明天的實力和能力 指出香港的發展前景 不是誰想唱衰就唱衰得倒的 第三 是表明中央對香港發展的全力支持 夏主任重申 中央將一如既往全力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全力支持香港鞏固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而且中央對香港的支持是實實在在的 是持續不斷的 夏主任亦表示 這次更多的維港政策將陸續有來 夏主任這次來香港考察調研 增強了大家對香港未來發展的信心 大家都會為建設更美好香港 促進愛國者治港開神騙 推動香港由自及興 我和團隊會繼續以習近平主席 前年7月1號的重要講話 以及習主席在去年底 我述職的時候的重要講話為指導方向 繼續全力以赴 帶領社會團結一致 一同發展經濟改善民生